大家好,我是泰克小刚 接下来各位看到的几张照片 都是在国外论坛流传许久 引发许多人讨论的照片 这边要感谢几位频道会员们的提供 而这些照片之所以会这么热门 是因为在照片的背后 有几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像是人类终于寻找到传说中的蛇坑 以及目前被视为全球最棘手的 蟒蛇入侵事件 都是国外近期讨论的热门话题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这些照片背后的真相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物放大镜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惊人发现传说中蛇坑的真相 影片开始前一样提醒各位 这次有不少片段必须打上马赛克 建议点选右上角观看会员无码版本 同时在这边要跟各位介绍一部经典的会员影片 因为这部影片里的生物 都是我的频道会员在网络上找到 我之前也从来没有介绍过的神秘生物 像是这个寄生在螃蟹壳里的蝸牛卵 一出水就会融化的鱼 拥有诡异武器 据说能伤人的鹅 以及这个腹部巨大异常的生物 都会在影片中详细的介绍 想要知道这些诡异生物的故事 就快点点击右上角的会员影片吧 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亚马逊雨林面积广大 横跨南美洲多个国家 雨林中生物的数量与种类更是难以估计 但是其中有一种生物 对当地的原住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那就是蛇 在当地有许多关于蛇的信仰 像是秘鲁地区的原住民 称生染为Yakumama 意思为水的母亲 是守护水源的神明 也是所有生命的赐予者 厄瓜多尔东部的原住民则相信 生染是天堂路口的守护者 想要进入天堂 必须善待这些生物 可想而知 当地人对蛇这种生物 是相当敬畏的 但是对森林外的人来说 并不是这样想 对他们而言 蛇是对人类有威胁的生物 必须要一定程度的控制他们的数量 才能确保安全 因此有不少团队 是致力于抓捕与清除被发现蛇群的工作 一天某个团队接获到了一个线报 消息表示 在亚马逊雨林的深处 有人发现了一个巨型的蛇坑 蛇坑里充满了大量的巨型蛇类 这个蛇坑的存在 可能就是近期附近 有越来越多蛇类入侵住家的原因 因此团队在接获线报后 马上联络他们的首席捕蛇专家 Jerry 要求他带上团队准备进入雨林一探究竟 但是这个行动在一开始就碰上了阻碍 因为当地的原住民不赞成他们的行动 原来在原住民的传说中 丛林里的深处确实有一个蛇坑 蛇坑里存在的东西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 里面存在着一个神明 也是他们所敬拜的蛇神 蛇群则是那位神明的手下 环绕在他身边保护着他 另一种说法则是里面存在着一个恶魔 蛇群则是看守着那个恶魔 避免他来到外面的世界作乱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 这群原住民的任务就是避免外人打扰那个圣地 因此团队原本的行动无法顺利进行 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坐以待毙 团队的领导最终决定让大部队待在原地 假装行动取消 私底下则派另一组 由Jerry带领人数较少的小部队 进入该地点一探究竟 就这样Jerry和几个人 带着简单的装备进入了雨林的深处 照着地图上标示的地点 不停了几个小时 随着越来越靠近目的地 Jerry和团队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蛇类出现在周遭 树上脚下水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让他们其实已经疲惫不堪 也不敢卸下心房 最终在步行的约五个小时后 在地图标示的地点附近 他们发现了一个巨型的天井 这个天井比一般的井大上不少 表面也被大量的植被覆盖 不过他们相信 这就是传说中的蛇坑 因为一眼望去井里 确实有几只巨大的蛇盘旋其中 但是由于已经坚信傍晚 视线不是那么清楚 Jerry就决定进入天井内 近距离确认这些蛇的情形 就这样 Jerry在几名组员的帮忙下 带着简单的装备 垂掉攀爬进入天井中 当他近距离看到这些蛇群时 Jerry发现 这些蛇看起来 并没有刻意想要攻击他的意思 反而像是在保护什么东西似的不断盘旋 为了找出真相 他必须排除这些蛇的干扰 看看他们究竟在保护什么 因此他和陆地上的主员 要来了麻醉枪 麻醉眼前这几只巨大的蛇 等了一段时间 确认他们被麻醉后 他才下到井内深处 此时他才发现 天井里的深处有一个洞穴 洞穴恰好在水面上 但是里面一片漆黑 好奇了他 马上有手电筒往洞穴里照去 突然看见一双眼睛闪闪发光 那是一只比其他蛇更为巨大的蛇王 而且这条蛇不像其他蛇那么冷静 他在看见Jerry后 马上张开血盆大扣 并发出威吓的声响 似乎在警告他不要再靠近 此时Jerry才发现 这条蛇的腹部容器膨胀 很明显是一条怀孕的蛇 原来刚刚那一群盘旋在井底的蛇 是在保护这个怀孕的蛇王 了解蛇息性的他清楚的知道 这个时候绝对不是靠近蛇王的好时机 因此他在确认井里的状况 知道他无法做出任何处置后 马上叫陆地上的组员协助他撤离井底 最后他们也将这个消息带回了团队 据说最后那只蛇王产下了73条蛇宝宝 而团队由于原住民的坚决抵抗 也决定暂时不对蛇坑做出任何行动 以上这段故事 各位只要用这张照片去搜寻 就能在国外的论坛上找到各式各样的版本 故事虽然细节不太一样 但是都大同小异 也有许多人对这些故事做出评论 那么究竟蛇坑是否存在呢? 其实蛇坑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人造的 一种是天然的 人造的蛇坑在童话故事和传说中常出现 通常是拿来做形形的用途 相传维京的军阀 拉格纳洛德布洛克 在他带领的军队吃了败仗后 就被当时的洛森布里亚国王丢进了蛇坑处死 这个剧情在电影《维京传奇》中也有描述过 许多人都对此深信不疑 但是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考古证据证明 在那一个时期的不列颠群岛上有建造的蛇坑 也没有其他历史资料提及此类坑被用来执行死刑 比较有可能就是一个文学的主题 并反复的在其他传说故事中出现 那么天然形成的蛇坑呢 这个的确是有的 事业上最大的天然蛇坑 并不是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巴西蛇岛 而是位于加拿大自然保护区的 Nursy Snake Dance 纳西斯蛇穴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蛇类聚集地 那里有成千上万条的红边袜带蛇 但是当地的气候相当不适合蛇类生存 在冬天的温度甚至可以到零下50度 1999年恶劣的气候就曾经带走数万条 来不及找到洞穴过洞蛇的生命 同时当地的地质也受到这样恶劣的天气影响 原来该地的内湖地区 是由大量的石灰岩基岩组成的 这些石灰岩相当接近地表 而寒冷的气温与水 能使这些石灰岩破裂 在地表出现缝隙 甚至会形成天然的地底坑洞 当然这样天然的蛇坑 长得并不像前面如同井一般的坑洞 它的开口可能很小 但内部的空间可以很大 如此的天然坑洞 才能恰好成为蛇在冬天 能够在冰冻线以下冬眠的空间 不过由于这样形成的坑洞的数量相当有限 所以一个地区所有的蛇如果要活命 都必须集中到那几个少数的坑洞过冬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那会看到 数以万计的蛇存在一个蛇坑里的原因 有时候甚至会有蛇因为太过拥挤而死亡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蛇坑 而前面提到亚马逊雨林里传说中的蛇坑呢 首先你可以看看这一张在国外论坛疯传的照片 如果放大仔细看的话 就能轻易的看到P图的痕迹 水里面的蛇也是 仔细看就知道P的还不太干净 我甚至还能找到他P图试图模仿的对象 这张照片来自一个叫做FishkingTV的YouTube频道 以这张照片当成封面的影片 现在已经有快要5000万的点阅率 你就知道这种类型的照片有多吸引人 补充一下 这个频道里的影片有相当多类似蛇坑故事里的剧情 通常都是有人在一个井里发现数条蛇 蛇的种类各式各样 有眼镜蛇有各式蟒蛇 然后这些人就会跳入水中拯救这些蛇 因为虽然这些蛇都会游泳 也能够潜水一段时间 但是它们也是用肺呼吸的 是无法永久的在水中生存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外 常常会发现有蛇淹死在水箱里的缘故 虽然它们水性很好 但是如果长期待在水中 最后还是会筋疲力尽而死 因此这些人就会将这些蛇拯救上岸 不过在这边我可以很有把握的告诉各位 基本上这个频道里的影片都是属于剧情片 这些蛇大概率是他们事先丢进井里的 而他们本身也是熟悉蛇性的捕蛇人 所以才能轻易的演出这一段拯救蛇的戏码 一般人请千万不要模仿 所以这张照片并不是真实的照片 剧情也挺有可能是编造的 目的是吸引更多人点击赚取广告费 至少在目前没有可靠的证据 可以证明这个亚马逊蛇坑的存在 不过呢这张照片就不太一样了 它背后的故事真实到让人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那可是现在全球最棘手的 蟒蛇入侵事件 缅甸蟒是不少人知道原生于东南亚的大型蛇类 在亚洲它的大小仅次于网文蟒和印度蟒 多年前在美国曾经出现饲养缅甸蟒的热潮 原因是因为缅甸蟒不只是个性比较温和 身上的纹粒也相当吸引人 像是我们熟知的黄金蟒就是缅甸蟒白化现象的个体 除此之外还有迷宫蟒以及焦糖缅甸蟒 都是养蛇人眼中的蛇中极品 所以当时就在美国形成了热潮 然而绝大多数人眼里 似乎都只看到了缅甸蟒身上美丽的花纹 忽略了这个生物的饲养缺点 你刚买到缅甸蟒时 可能还是这样可爱的幼蛇 但是在充分的照顾下 可能过个一年多后 它就会成长成接近两公尺甚至三公尺的巨蛇 食物也会从各种小型的鼠类 变成兔子、鸡、鸭甚至是猪与羊等中大型牲畜 饲养成本大幅度提升 更别提饲养者家中 是否有充足的空间容纳这个大家伙 因此结局可想而知 无数的缅甸蟒被放生到野外 同时由于缅甸蟒的精美花纹 在皮革叶中也相当受欢迎 所以美国也有不少人经营缅甸蟒养殖场 不过在1992年 安德鲁飓风的来袭 摧毁了其中一座养殖场 无数只的缅甸蟒也因此回归自然 这些不管是被人放生 还是从养殖场逃脱的缅甸蟒 大举入侵美国野外与各大沼泽 在那里 成年的缅甸蟒就像是吃了无敌猩猩 处于几乎没有天敌的状态 身边都是一些可爱的罐头 因此从2003年到2011年 美国的缅甸蟒所到之初 晚熊的数量下降99.3% 附属的数量下降了98.9% 兔子与狐狸分别下降了94.1% 与87.5% 妥妥的就是一个降位打击 在那里缅甸蟒放肆了生长与繁殖 也因此你常看到美国的住家被巨型蟒蛇入侵的新闻 有不少比例都是这个家伙搞的鬼 当地的政府也渐渐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开始雇用大量的猎人进行捕杀 这张图可能就是他们理想中的样子 猎人轻松的捕获大量的缅甸蟒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 捕捉缅甸蟒可不是去户外抓蝴蝶啊 成年的蟒蛇没有几名大汉是搞不定的 少数情况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而且他们多数长生沼泽 年幼的缅甸蟒多数时间也都在树上躲藏 不是轻易能发现的目标 成亲人们为了要能更有效率的找到他们 还在浣熊等生物身上装设GPS定位器 等待他们被缅甸蟒捕食后 再根据定位找到他们 然而运用这些仪器以及多种方法 2016年当年才捕杀了106条缅甸蟒 之后由于增加捕获的奖金 与雇佣更多专业的猎人 才让数量截止至2020年达到了5000多只 但是这样的捕捉效率啊 远远比不上缅甸蟒每年产染2-3次 每次能产下12-36颗蛋的生产速度 成效十分低弱 当然你要说缅甸蟒真的是完全无敌吗 也不完全是如此 例如曾经有研究人员 在一条1公尺的缅甸蟒身上安装了GPS 结果后来发现 这只缅甸蟒竟然被相似体型 长1.09公尺的石鱼腹给吞食了 石鱼腹是美国原生蛇类 也是美国东南部沼泽地的一大恶霸 具有强大的毒性 同时他也很喜欢吃其他蛇类 身形跟自己差不多的都吞得掉 看到这你可能会想 总算找到能克制缅甸蟒的家伙了 然而石鱼腹虽然是相当凶悍 但是他有一个致命伤 那就是基本上很少有超过200公分的个体 碰到成年 随随便便就3-4公尺 甚至有超过5公尺个体的缅甸蟒 他们就是个在小时候欺负自己的恶霸 长大的时候就奈何不了他们了 不过除了石鱼腹之外 人类还发现有一个生物制得了缅甸蟒 那就是同样住在沼泽里的短吻鱼 确实短吻鱼在缅甸蟒到来前 就是这里的老大 鳄鱼对上蟒蛇 一般人也会觉得鳄鱼的胜算高了点 因此当地的政府 就决定引入更多的鳄鱼 到缅甸蟒分布的地区 之后 所有人都在期待鳄鱼会如何好好招待这位外来客时 2022年出现了一条新闻 一只5.4公尺的巨型缅甸蟒 把一只1.5公尺的鳄鱼整只吞下肚 影片里就是研究人员将这只缅甸蟒剖腹的过程 你可以看到一只相当完整的鳄鱼 从当中被拉出 看来缅甸蟒对鳄鱼的招待不太满意 可想而知 缅甸蟒的实力确实是震惊到了当地人 不过引入鳄鱼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 但是鳄鱼真正克制的对象 其实和食鱼腹一样都是体型较小的未成年缅甸蟒 成年的缅甸蟒虽然不是每一个体型都大到能看到鳄鱼就吞 但是在水中跟鳄鱼缠斗个难分宣制还是能做到的 所以克制成年个体的效果不佳 而幼小个体偏偏又住在树上居多 只有少数时间下树 让鳄鱼真正能做事的机会不多 因此引入鳄鱼虽然让缅甸蟒的数量有下降 但是程度相当有限 无法阻止缅甸蟒的入侵 可能你会想 为什么美国人不吃光它们呢? 事实上别说吃光了 光是抓光它们现在都做不太到 更何况当地的缅甸蟒还有拱含量过高的疑虑 以及蛇肉在当地并不是主食等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缅甸蟒是当前美国最棘手的生物入侵事件 所以这张照片虽然不是真实的照片 但我想这应该就是美国人现在最想看到的光景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欢者请给我个订阅 同时不要忘记点击右上角 观看我优秀的会员们寻找到的诡异生物 我们下次见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想给小伙更多支持 让我创作更多优质影片的话 欢迎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里面有更多关于我的秘密 咨询栏下方 也有小额捐赠的银行账户 欢迎各位打赏支持哦